大家好,我是叶文,我是一个情感节目主持人 在节目实践里啊,总是能够碰到这样的案例 比如说昨天,有一个妹子她就跟我吐槽 说家里催婚,现在催得特别急 父母啊,眼睛都要红了 仿佛女儿是一颗即将烂在地里的白菜 说她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还结不上婚 成天骂她找对象,条件苛刻 要求高,逼着她赶紧就打着促销把自个儿给弄出去 这妹子就非常委屈,就说 你看我也想结婚的姐,我这条件也不高啊 我就是想选个能聊到一块的 我看着这模样吧,别太讨厌她的 她跟我在一块,也别太没意思的,别嫌弃我的 这俩人过一起,别太难受的 另外呢,物质条件我也没有要求多高啊 我们都工作,我们两个如果想生孩子 这赚的钱能养得起孩子的 这条件,我爸我妈说还高,还怎么降啊 他们给我找的相亲的那几个对象 要么啊,这鼻孔朝天,根本看不起我 管我叫什么大龄圣女 觉得我呢,就配得上那些老婆去世的 或者说带着孩子的 那如果啊,他们是这个单身的 没结婚的小伙子 就好像是跟我在一块有多掉价似的 要么上来,你就比如说昨天吧 那男的跟我相亲往那一坐,话还没说几句呢 先问我说,结婚之后生三个孩子愿不愿意啊 愿意可以继续往下谈 如果说不愿意,现在两个人就赶紧各自走人得了 您听听有这样的人吗 八字都没一撇呢,问我这种问题 当时我觉得特别的受羞辱 为什么呀,我跟他结婚 他会尊重我吗 你看现在问这种问题 他结婚就是为了找人生孩子是吧 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机器吗 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说那好,那咱们就走吧 所以,姐,你看 那我就没遇到合适的 没遇到合适的,我就必须得把条件就降下去啊 你说我怎么降 两个人在一块,什么话都没得说 两个人在一块 那如果说哪一个不勤奋工作 连家都养不起 那就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就不同意 我爸妈就成天骂我 姐,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我听了这番话呀 我就特别赞成妹子的说法 降格已旧 降什么降,不降 结婚我们就这标准 你说结婚这么大的事 能随便这标准说降就降吗 当真是菜市场您挑胡萝卜呢 我在节目当中啊 我真的就听到过挺多这样的案例 就年轻人 二十几岁 被催婚 三十几岁被催婚 哎,我跟大家讲 三十几岁被催婚的 那我都觉得啊 我宽容一点 包容一些都正常了 那我遇到的一个年轻人 说自己被催婚 你猜猜他多大年纪 他二十一呀 刚刚二十一岁 家里催婚催得那个急呀 仿佛他再不结婚 再不去相亲 那就是大逆不道啊 无论是他父母 还是他爷爷奶奶 那他都对他们不起了 哎呦,把这个小伙子给苦恼的 他说姐 我还想继续再跟我师父 多学两年手艺呢 我现在你说一点都不想去 触对象结婚 你说我 我怎么 怎么去这个走这一步啊 可是父母就是着急呀 还嫌孩子挑 现在年轻人呢 结婚 你说降标准 你说不要挑 那降标准能行吗 不挑能行吗 有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再婚的朋友啊 被呢 舆论也好 被自己的家里人逼得也好 就晕头转向的 往往就放弃了 自己原本的这个择偶标准 糊里糊涂的就结了婚 还得给自己洗脑呢 哎呀 结婚 跟谁结不是结 就他了 还要啥自行车啊 标准没那么高 不要那么高 没感情 婚后培养嘛 结果很多时候都因为结婚前 双方不够了解 结婚前呢 两个人明明看出啊 不符合彼此的标准 是不合适的 但还是要往一块凑过日子 就一脚踩空 婚后不幸福 到时候追悔莫及 这年龄大了 找对象结婚 似乎是越来越难 那么 要不要降低自己的婚恋标准 降格已旧呢 我的观点是 当然不 结婚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 如果结个婚 还不如单身日子好过 为啥要结婚啊 一加一 一定要大于二 否则婚姻没有意义 为什么要降低标准 咱不是商品 卖不出去 只好打折 我们的人生也不是游戏升级 一定要不停地完成任务 不 绝不降低标准 婚姻是大事 态度严肃 标准严格 才能更加的啊 大概率的保证 我们未来的幸福